尤其是這個 罷免同志書出來之後 哇 不得了了 謠言滿天飛啊 一下大家都覺得我 我可能要被做記號了 我可能要被監視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氛圍 這個氛圍在高雄正常嗎 其實韓國瑜不用騙人了 什麼冷處理 甚至上綱到冰處理 你也信喔 那個檯面下 從那個投票所 對不對 把你要取消 不准設立 要施壓 從那時候就開始就是 熱處理 而且他的手段 是很激進的 朝環蓉事件對不對 這都不用去細數了 現在推陳出新 我這個這兩天 接到兩位里長 高雄在地的里長 很長的一個私訊 他本身受到壓力 而且他不只是 我們先前看到那種 行政官員的動員 是講受到壓力 地方有勢力的人 開餐廳的 就是一個影響一個 他們里長自己心生畏懼 自己都不敢去投 包括親友 因為他怕說萬一以後 里長他必須有求於市府 有一些關聯性的話 他們怕不方便不便利 台灣居然這麼恐怖 另外一個里長 我跟你講這個都是長期跟我有互動 我確定他是里長的 長期有互動的 那有一個里長他眼睜睜看著 就是說這些公務員 高雄市政府公務員 原來是很挺韓國瑜的 在市府裡面 那我不是說所有的 他所熟識的有一些公務員 當初是挺韓國瑜 可是你這會兒 韓國瑜用的一些招數 也讓他們心生恐懼 WeCare不是都有統計出來嗎 對 那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都講得很多了 那如果現在還有傳言說 還有市民接不到投票通知書 明明是在這個區 你把它弄到那個區 對啊 我覺得這個太扯了吧 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也不用上綱 無限上綱 到底這種情況有多少 這個澳部嘛 明白了是澳部嘛 那另外五千萬元這個 6月6號之前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是假日 你要去消費餐廳 你要去旅館住宿 而且像國外還沒解禁 再加上東號講 6月1號你傍晚5點 你決標 那你怎麼上路 你說大家可以抽黃金 抽汽車 再加上高雄人 這麼好呼嚨的 對不對 你明白的目的性很強 而且一到五 誰去刺激消費 那如果你被八成高 你後面你一直拉到八月 你這個五千萬 你誰來負責 動不動五千萬 那我就說很簡便 你就把當初 你跟高雄市民承諾 一票三十塊的選舉補助款 兩千六百萬 綽綽有餘了 而且不用透過非常手段 回避那個採購法 你不用經過招標 你也不會有禮拜一到 禮拜五的問題 對 或是說有來不及的 這種一個疑慮 你直接兩千六百萬 你當初承諾選民的 你說是用借的 而且輿論追了好久 他拿去申報財產 兩千六百多萬 那你直接發現金 直接三十塊入戶 看你有沒有誠意 對不對 你大錢 比如說什麼黃金跟汽車 你又前面威脅 後面利用 大家等不到 而且明白算這個時間太倉促 看你有誠意 你都不情不言很道歉 你如果更有誠意一下 你就把兩千六百多萬的這個 錢 你就直接拿出來看你有沒有誠意 這個你製套腰包 這你當初一直欠著 沒還的嘛 對不對 這些手段都很多 很多千以前就在預告了 反罷韓的這個團體 跟藍營人士就在預告說 有匯選 現在果然抓匯起來了 那我說法務部 包括次長蔡比仲 你不必講那五四三 不然 三十元標準就三十元標準 沒有所謂的模糊 趙康講的沒錯 趙康還沒有講明確 我講的最明確 抓 如果真的 有像王定寅臉書上抓到 說是有藍營的市議員 他把別的那個罷免文宣 把它弄下來 撕起來 貼在所謂的民間團體的 乾洗手上面 那乾洗手一百多塊錢 絕對超過三十塊 如果是栽贓的話 抓 當然要抓 應該趕快查 對不對 對 不然的話 他們在送乾洗手 他沒有罷韓的這個文宣 他不是文宣品 那你們在做什麼文章 這東西沒有灰色地帶 直接查匯 直接抓 包括法務部 包括警政署 陳嘉欽也不要說母妮兩可的話 我們都不要有灰色地帶 到底有沒有黑道介入 到底有沒有那天會有人去監票 那天如果真的妨礙投票 那個才是大條了 已經報紙燈那麼大了 又有照片 他們有聚會 而且聚會不只那一場 今天又羅列了好幾場餐會 對不對 這個都已經有公開活動 差不多有六件進去舉辦的 這麼昭然若揭 這個你不要說你當天抓 你光是這個新聞報導出來 都怕死喔 哇你咧 對不對 你不能一點 準備都沒有 對 對不對 你倒過來 他今天如果不蓋牌的話 如果這一方 如果對方有威脅的這種手法 還有什麼連黑道的監票 監視你投票 還拍照或妨礙投票的話 讓反霸的這方有心生恐懼 照樣要罰辦嘛 這台灣行使公平權利 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這個德性呢 那我說這個沒有任何的 這個灰色地帶 好 那你說那個五千萬 那個原先 一匡石副市長那個截圖 是五億元 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為了反霸 你們到底要拿公帑 是怎麼用 怎麼花 五億不是小資質 你高雄不是說 我的貨負債很多嗎 那是 對不對 你連那個 我又講一次喔 你連身杖跟中低收入戶的 教育 子女教育補助款 你都可以砍了 那你弄什麼五億啊 現在五千萬也不是小數字啊 對不對 哪來的錢 那還有 就說在這個整個 政治意涵裡面 你管人家要怎麼去詮釋啊 對不對 高雄就跟嘉義那個噴水池 一樣嘛 它有它的這個意義嘛 高雄市民有趕啊 對啊 要不要捂住人家的嘴嘛 所以另外 我還請那個有關單位 去查一個東西 防疫我們都知道 歐美團大軍押禁的時候 不是有居家檢疫14天嗎 各縣市我不會還做成看板 哇 宜蘭那個防疫包是怎樣 然後新北那個還可以讓你追劇 台南又怎樣 台中又怎樣 高雄又怎樣 高雄也有發防疫 注意聽喔 是會防疫那個居家檢疫14天 對 的 所謂的 那個暖心包或是防疫包 什麼名字你自己去取 各縣市都有 也有慈濟捐的 也有其他廠商捐的 有泡麵啊 有什麼的 高雄市 它的溫暖包裡面 有米啊 有餅啊 有這個麵條等等 韓國瑜從5月9號就發了 它不是為了防疫耶 它把它變相作為給中低收入戶的 一個溫暖包耶 不是為防疫 它拿去發了多少你知道嗎 三萬兩百戶啊 三萬兩百戶 一戶如果四口人 它影響多少人 對 而且如果真的按照 那個霸函團體所指控的裡面 裡面還有一百塊的商品卡 對 這有價的耶 哇 這個已經是變相了耶 對 對不對 這個才要去辦啊 這也超過三十塊 這還是有價的商品卡耶 哇 這邊給你搞五千萬 那邊給你什麼 疫情都已經都快要解禁 六月七號 對 對不對 那你現在人家居家檢疫 也都解離了嘛 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還去給人家什麼 而且你還從五月九號就開始 在大肆在發囉 你不是發給居家檢疫的對象 你已經變相發給中低收入戶了 哇 這個五月九號離現在也不遠啊 對 三萬多戶 三萬兩百戶 你知道我對比台南 這可能是遊走法律邊緣啊 台南才幾戶 我查了桃園 台南 台中 人家都是叫什麼 有的叫救命包 就那時候疫情三月那時候很嚴重嘛 台南市才發了三千份耶 而且是針對防疫對象的耶 叫防疫物資包耶 對 同樣是南台灣 你發三萬多 而且你不是說你高雄 本土安利一個都沒有嗎 那磐石劍你又那麼雞雞雞叫啊 那你去對一下 你到底有多少人居家檢疫嘛 你居家檢疫人數不會比新北市多 新北市最多 對 我聽後遺語講最高紀錄 同時一萬多人耶 一萬多人耶 你頂多花一萬多個 已經新北市最多 你還發到三萬多個 這個打什麼主意嘛 好 最後講政治層面的 燕秋姐 她先前我們很佩服啊 哇 大義滅青啊 她或許會否認啊 她說我跟她沒什麼義啊 我們是兩條平行線 她那時候標準 李燕秋防線是什麼防線 她說如果你連署二階段 你如果過的話 你必須要請辭啊 現在這個防線衝破了嘛 衝破了又把那個門檻降低了 說好 那你只做一任 那我就要講啦 去年千軍萬馬都拉不住啊 她說要當總統才會治理高雄 李嘉芬說不要把她困在高雄 對 那時候連一任都不願做啊 才做幾個月啊 都不想做啦 覺得有受困的感覺啊 覺得當總統才能夠治理高雄 那你現在貪戀這個 兩個半月對不對 為了保官位做那麼多動作 而且藍營上下 其實小平已經不是國民黨籍了 還沒有回去啦 藍營上下 我都有時候看到他們 不管是同台或是他們的發言 或是他們現在做了任何舉動 你們哪一個有在幫高雄市民講話 你們哪一個有站在高雄市民的角度啊 你如果按照站在高雄市民的角度 你會覺得怎麼有一個這個市長 怎麼搞什麼都很奇怪呢 從當選到現在為止 搞得這個雞犬不寧啊 你們只為了韓國瑜個人的權位 跟你們國民黨在高雄市的攤頭寶 你們為了個人的權位 既得利益在那邊護航 你沒有哪一個站在高雄市民的角度講 你要講話的話 你去年就應該講不能跑啊 對 對不對 去年的時候你就應該講公道話啦 你現在說拜託啦 再給他做的 這個真的搞不完 所以我說 人在座天在看 你包括這個楊秋鑫 煮肉他這麼多 我們竟然還有 你還不知道韓國瑜喔 哇我們還不知道 我們以為那個 那個等一下會講嘛 我們本來以為說 他租房子 那關體不住 現在還是閒置正當 本來說要規劃也沒規劃 我們以為只有一戶啊 那他那時候公開啊 搞了三戶我不知道他 還有三戶啊 那花誰的錢啊 對 這個都是 我們看到就是說 高雄怎麼這麼苦命啊 真的很苦命耶 全部的那種政治人物 輿論 這樣很奇怪啊 像那個挺韓的名嘴 又冒出頭來啦 那個理論都奇奇怪怪的 對 等一下我們就來好好聽聽 他們怎麼講 對 好像大家都拳腳都進來了 就是因為你韓國瑜 你這樣讓高雄市民 過一個舒坦的日子吧 你看光是一個 六月六號這個大線 你看那個韓國瑜 就搞出多少東西 對 很恐怖耶